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示最高级 这些都是汉语中表示比较的句型 下面我们分别来讲解一下 先看A比B这个句型 点点的妈妈今年35岁了 外婆家的橘数已经50岁了 35岁 50岁 用词汇部分学习的词语年纪来表示 因此我们可以说橘数的年纪比妈妈的年纪大 句子中重复的部分我们可以省略 说成橘数的年纪比妈妈的大 下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图片里的人在做什么 在赛马 马跑得很快 哪匹马跑得快一些呢 离我们近一些的这匹马 跑得更快一些 我们就可以说 这匹马跑得快 接下来我们来巩固一下 A比B这个句型吧 请看 在腊月歌里 小朋友们在贴福字 贴春莲 图片左边 站在梯子最高处的是姐姐 图片最右边 这位贴福字的是哥哥 姐姐和哥哥 谁站得高一些 小朋友们 你们说出来了吗 对了 姐姐站得比哥哥高 大家看看路边的三栋楼房 哪一个高一些 没错 中间的楼房高一些 旁边的楼房矮一些 我们把句子连起来 中间的楼房比旁边的高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这个句型 它是A和B一样 绘本里 外婆家的桃子成熟 空气中飘着桃子的香味 点点洗完了枣 身上也很香 桃子和点点都很香 桃子很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洗完枣 点点和桃子一样香 下面我们来练习一下这个句型 树丛上有两只鸟 它们飞得很高 和那棵树一样高 大家想一想 应该怎么说呢 对了 这两只鸟飞得和树一样高 这幅图片呢 这些小朋友看起来很高兴 它们生活得很幸福 我们呢 我们的生活也很幸福 现在用A和B一样来表达 我们可以说 我们的生活和它们一样幸福 关于表达比较的方法 我们还要再学习一下 最高级的表达方式 我们会用最这个词 大家请看 桌子上有很多菜 点点最喜欢吃螃蟹 最用于三个及以上事物的比较 现在请大家看看这幅图片 这是一个服装店 服装店里有很多衣服 镜子前的是妹妹 妹妹最喜欢红色的那件 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了 三个汉语中用于比较的句子 大家都学会了吗 好 这个知识点我们就学到这里 我们继续听玉林小明说故事 这种欢al称细 that hang大 stopped 客人的口音 怎么样 4月4日